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笔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变的远距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户口本 啊 把昨天那厨子 就管闲事那厨子给我叫出来 快点 快 来了 整明白谁是谁爹了吗 看见了吗 护博本我都带来了 他到底是谁爹 一会儿你就知道 赶紧带我看我爹去 不好意思 老先生呢 昨天已经退房了 就 就 退房了 不是 你凭什么让他退房 老先生要退房 我们酒店是无权干涉的 你说把他藏起来了 要不然 我带您看看去 那个 朋友可能给咱爸换房间的 先别说了 走 你们俩等着啊 走走走 他们肯定不会善把感受的 用你说 该干嘛干嘛去 刚才您儿子来了 不过已经被我解决了 您好好在房间休息 还有 这个电话千万便接 真是太麻烦你了 没什么 您好好休息 其实 其实这件事也怪我 你 没什么 您休息吧 多谢了 其实我呀 也不是故意要住在你们酒店 找麻烦 我只是 在等一个日子 等一个日子 你会知道的 好 行 你忙去吧 好 来 孙剑 过来 夏哥 怎么了 就是这间屋子 里面的老先生 他要有出去的迹象 随时告诉我 好 交给你了 这人呢 这人呢 卡卡云呢 是把握 把握的机会 乐乐生病了 你好 那个 你是 是 是夏雨晴夏哥让我过来给您送饭的 我叫孙剑 是这里的客房服务 您现在要吃饭吗 今天饭不吃了 我有及时我要出去的 可 可是您现在还不能出去 不行 我必须出去 老先生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下去给您叫车 叫好了然后叫您下去 你别添乱了 老先生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乐乐怎么样了 你还关心您家乐乐呀 还带一群人人出来了 乐乐 救你这竹子 你不说她退房了吗 乐乐到底怎么样了 爸 咱自己家人的事 咱回家说去 咱不能当着外人 说咱自己家的事 就是爸 你老跟外人串通 来对付你亲儿子 是不是老糊涂了 乐乐到底怎么样了 得得什么病 老爷子 您还看不出来吗 他们两个串通 起来骗你 想把你引出来 我相信您的孙子 肯定没事 可是有照片啊 就算有照片 也不一定是今天的 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来着 还有你 你说我什么 我骗 你想说什么 我说你要抓走你爹 我抓 我告诉你你个厨子 用词得注意 什么叫我抓我爹 这是我亲爹 我是亲儿子 我是带我爹走 知道吗 反而你们酒店 现在是控制我爹的人生自由 我能告你们知道吗 对 我能告你们非法拘禁 知道吗 差不多得了 什么叫做非法拘禁 我们得有正乌规的手续 我都要看看 什么叫做非法拘禁 好啊 你们酒店这一定要插手 别人的家务上了 我们这叫做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呢 你听歌听多了吧你 我劝你们最好 不要在这人闹事 要不然就不知道 报警人是谁了 你是哪个部门 你干吗呀 酒店员工打人了 酒店员工打人了 快来看啊 酒店员工打人了 快来看啊 酒店员工打人了 快收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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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手 快来看啊 快来看 他可是五星级酒店的员工 动手打客人 我找最好的律师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破产 告诉你们关门 够了 你快起来 起来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之前 我一直顾念着我是父子 即使知道你们两个是混蛋 但也不愿意撕破脸 可是这次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什么 我们哥俩过分 我们俩是你亲儿子 爸 你和着一帮外人 欺负你亲儿子 你不过分 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我明天 就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走 不能走 不能走 什么叫明天啊 叫保安 再不信就报警 叫保安还是叫警察 你们俩选一个 好 明天啊 给你机会 明天 有完没完 干活 怎么样了 你受伤吧 当然没有啊 我问你说 别说没动手 要是真动气上来 那俩都不是我对手 随便虐待 你啊 总是那么冲动 以后做事情前呢 多想一想 得不偿失的事情啊 少做 好 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碰你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要是换做别人 我根本冲动都不会冲动 你记住啊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都会葬在你的面前 当然了 谁也是我的优点 以后啊 我会让你多多记住我的优点啊 你呢 确实什么事都还挡在我前面 但是每一次 我都要跟你上后的啊 真好啊 冰来降大 天生一对 多好 好 少说这种俏皮话了 嗯 说点正点事 老人家那边 准备怎么解决 自古清关 都难断家务事 毕竟血浓于水 而且我总觉得 老先生应该会 跟他儿子妥协的 不过要真是那样 我估计我得气死 他那两个儿子 那么不孝顺 我要是老人家的话 早就信韩 那是 谁能跟铁娘子比啊 你说说 你精神上到底是妹子 还是汉子 我 我 没见到 快 我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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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后是不是都是你的 这酒店 你俩一人一半 快 脑子里每天想啥呢你 电视剧不都这么演的吗 英雄就没以身相许啊 我说您的脑子里 能不能别琢磨 这就没用的 这怎么就没用呢 我不就你这么一个 有出息的朋友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有出息了 这么大的老板 都被你搞定了吗 你还没出息呢 行了吧你 我呀 我得先搞定那个老头 要不然我这下半辈子 也只能跟顾问朋友们在这儿等 拜拜 不能吧 这不能敢动天敢动地 还不能敢动他 乐乐 想爷爷了吗 想 爸 您要没什么事 咱就回去吧 这再好的酒店 他也不如家了也不上 这家人啊就是家人 这外人啊就是外人 是啊 前日子我这态度 确实有问题 我跟您道歉 但是 这打顿的胳膊还连着筋啊 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你说两句 对对对 爸 大哥平时就是一根筋 你别跟他计较 您不疼我啊 您不得疼您孙子乐了 您这日子不回 他可想您了 没什么事儿 咱就回去吧 咱们家的事儿 总有外人相关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分量 跟我想的一样 最后你们一家 其乐融融 是我多管闲事 我只能有其他人 我们也知道 我们要不许多 我们要是 我们要不许多 你能许多 我们要不许多 你身体 我们要不许多 我们要不许多 你身体 最快呀 八卦呀 可不是嘛 我现在 就落到一个别人嘴里 茶余饭后的结局 这严总的公司 一直想找机会 把业务拓展到酒店 现在咱们酒店 也是正在需要 吸纳一部分的资金 虽然 目前只是让我们JR 承接他们公司 员工的培训 还有客户的接待工作 但是长期合作下去 一定会对我们很有利的 你现在监顾公关部总监 还有餐饮部 还需要费心 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辛苦你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什么时候签约啊 明天就签了 好 我把这些 都整理到文件里边了 你看一下吧 她果然 对触碰十分的紧张 那个 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先去忙吧 对了 帮我提醒一下陆珍珍 她去走秀的时候 小心一些 不要摔倒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之前那个地方 我也去参加过活动 那个舞台很滑 我刚刚给她打电话 她没有接 我怕我自己等会儿忘了 你看到她的时候 提醒她一下 好吧 去忙吧 那我先走了 喂 圆斌啊 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听你说八卦 陆珍珍你现在在哪儿呢 大哥 车都已经来接我了 先不跟你说了 你真的在修场 陆珍珍 你可听好了 今天你可小心点 千万别摔倒 韩元宾 你有病吧 平白无故着我摔倒 我压着 马总 最近酒店都在传一个谣言 什么谣言啊 说马总最近重用韩元宾 而可怜的夏雨昕 却被打入了冷宫 马总和韩经理 要破镜重圆了 夏雨昕 这里是办公室 说得正式好不好 好了 不跟你平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有多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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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塞尔维亚皮疗奶酪 一千欧元一千克 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客户 指迷想要的 我就订了一些 因为这个东西产量很低 所以很难得 你怎么会有啊 这个破东西这么贵啊 我还真是不懂这些有钱人啊 这么难吃不说 我想请问 有几个人能吃出 这根普通奶酪的区别啊 这个是给厨子订的 还是给客户订的呀 怎么这么说啊 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为什么会有这东西 因为都让后厨的厨子 给换了呀 我跟你说啊 其实那些有钱人呢 他们也吃不出来 就是为了装挡自抗呢 争获可都在厨子堵子里 你到底哪儿来的 反正我就要了这么一小口啊 我是为了当卧底 能够完美地完成组织任务才要的 好了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这样吧 你再去想办法把它查清楚一些 看看能不能掌握更多的证据 你放心吧 这事冒在我身上 去办吧 下雨晴 嗯 辛苦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不辛苦 为老本负 小夏 叫我 你过来一下 我想麻烦你帮我个事 什么事 麻烦你帮我 请一些相关的朋友 还有新闻媒体的人 我想召开个新闻发布会 麻烦你啊 按礼拜的意思 帮我准备准备 不好意思啊老先生 我就是个餐饮部的 可能帮不了你的忙 对 他一厨子能帮什么忙啊 要找得找他们老板 这个忙我一定要去帮 爸 爸 坐 咱先坐下 咱先坐下 韩元彬 你个乌鸦嘴 怎么了这是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 要不是你平白无辜咒我 我能在那么重要的袖上 摔个大跟头吗 我陆珍珍 从来没这么丢人过 不是吧 你真的帅了 你还敢问我 陆珍珍 我想问你一下啊 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客人 接触 我的意思说身体方面的接触 当然有了 就前几天 他帮我选这套衣服 我要走秀 然后帮我拉拉链 就差点晕倒了 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吧 怎么会啊 这不可能吧 这次严总可以说服公司其他人 选择咱们接耳 真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严总对我们之下的 信任和支持 不用客气 我和你们宋总是老交情了 严总 马总 合同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签约吧 来 您请 好 好 那我们的合作就算是达成了 好 马总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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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马总 怎么了 没事 老毛病在了 韩总 你帮我送一下严总 华总 要不要紧 没关系 就是老毛病有些偷疼 韩总 记得送严总 走后面不要走这门 不要晚了 好 你用 行 好 疼 马总 你休息一会儿 你们马总身体不太好啊 挺好的 挺好的 严总 这边 严总 这边请 你不说好多了吗 现在又怎么了 是好多了 至少 这次没有晕倒 要不然咱们换一家医院吧 夏雨昕 我都说过了 这家医院已经是最好的 不用还 不行 再去一次医院 我不放心 好了 去的话也是白去 对了 那个 叶先生新闻发布会的事情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差不多了 只是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 你先好好休息 来 喝水 严总这两天在酒店休息了怎么样 很好 这儿环境 服务都不错 咱们合同已经签了 接下来我就把它落实下去 好 二位留步吧 严总 再会 再见 期待下次见面啊 严总 韩总 赵总 这边有点事情需要你们处理一下 可以麻烦过来一下吗 忙吧 你 你 严总 您没事吧 快打电话 叫救护车 从监控的视频显示 很明显是司机先看到严总 有意撞向他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马总 你可别怨怨我了 我说了 我昨天喝了一夜酒 我早上还在晕呢 我根本不认识严总 怎么会撞他呢 你不觉得太巧合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是我故意撞严总的吗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既然你咬定事物伤 那就交给警方来处理吧 酒店以后 你也就不用再来了 我会辞职的 但是 严总的医药费我可付不起 再说是工作期间做的事 算是工商吧 滚 赵总 赵总 司机这边的事情拜托您了 好的 没问题 马总 就这么放他们走 不然还能怎么办 他现在一口咬定 他是误伤 我们手上又没有任何证据 只不过严总那边 放心吧 严总他没大碍的 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但是 我们的合作 有可能就此搁置了 刚签完合同 就在我们酒店门口 被酒店的车给撞了 合作方对酒店的管理 难免会有些质疑 这样吧 你再去安抚一下严总 态度一定要诚恳 务必把这件事的影响 给我降到最低 好 我知道了 马总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 你有什么想法 先说银行贷款 一波三折先不说 我们这儿好不容易 申请下来的钱 就出了税务问题 税务这儿刚解决 严总就出了事 你不认识吗 商场如战场 看来一直有人想跟我作对 不过对方也太心急了 先不管了 冰来降荡 水来吐厌 你的安全 我来负责 你帮我提醒一下陆珍珍 让她走秀的时候小心一些 别摔倒 韩总 记得送颜总 走后门不要走这门 不要忘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不可能吧 数什么数 回家数去 好嘞 走了 好嘞 走了 宋总 事情都已经摆平了 您放心吧 什么叫摆平啊 你是黑社会啊 这叫有问题解决问题 当然 这些人只注重钱 只要钱一到位 一切都可以了 他们根本就不会管其他的 再说了 这件事如果揭发出去 对他可没什么好处 比如啊 比如琳达 她有问题 你也得去解决问题嘛 她呀 就更没什么问题了 波雨号什么 一号财 二号色 琳达恰好这两样 都能切入她的要害 最近 因为夏雨晴去了餐饮部 所以 我们有很多事情 需要更加谨慎才行 我怕她顺透摸瓜 摸到了波雨 所以 我才暂时 让琳达和波雨 减少来往 才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可是我对波雨没数 好 你小心她 好的 韩大少爷 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 准备请我吃些消 我今天找你有点事 先回去吧 我想问你啊 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可爱的病情 你是说脑部阴影的事情 我问她了 她说她已经检查过了 没什么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可爱每一次头疼 或者晕倒的时候 都是因为跟别人 有过身体的接触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真的啊 上次也是因为 她帮我弄衣服 碰到了我 然后就头晕 晕倒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 借出恐惧症 还是 跟脑部阴影有个问题 这我也不太清楚啊 但是我发现啊 她每一次跟夏海星 接触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事 这你有没有发现 这倒不会吧 就算是接触恐惧症 那也不能分人啊 当然我这 只是担心可爱的身体啊 所以一直观察 但是不确定 所以我想拜托你 问一下夏海星 来证实一下 这样咱们也可以放心一点 是挺奇怪 你突然间问这个 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我在酒店送我们合作伙伴 岩总出去的时候 发生一些事故 我怀疑 这是有人蓄意为之的 这合作也因此单制了 所以你想说什么呢 你最近千万不要给可爱者 任何的麻烦 我陆珍珍就不会无缘无故 给任何人添麻烦 就知道你会来跑步 来 给你的 什么呀 打开看看喽 神神秘秘 来 鸡汤啊 尝尝 心灵鸡汤 怎么样 还挺好喝的 是吧 嗯 老板 你不知道那后厨啊 真不是一般人待的地方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 第一助理的位置啊 有点醒啊 我 你要是想给我回来做第一助理的话 还是要看你自己表现 喂 我 我 我都送鸡汤了 这表现还不好啊 你不知道 我这可是出卖了色相 才换来开火的机会 出卖色相 嗯 好恶心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酒店可不信这个啊 嗯 让我喝 你要是喜欢 我每天都给你做好不好 有什么 嗯 嗯 没什么 我是想说 你多喝点 嗯 以后再做 少放点盐啊 嗯 哎 你说毛江湾的老板 怎么在接眼儿开发布会啊 对啊 为什么不再自己酒店开啊 哎 听说他生病了 可能吗 哎 来了来了来了 快点 走 天哪 人不可貌相 没想到人家 还是个酒楼的老板 嗯 怪不得两个孩子 昨天昨地的真啊 确实啊 要是三块两枣的也不至于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能在我们酒店入住的 那都是有身份的 是啊 看着吧 这喇叭司可他想明白了 就说根顿他不要硬碰硬了 早把你儿子搬出来 咱们爸根本不在话下 是 早听你就对了 省着这么多事 没事 这回咱们疯狂了 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老先生 这边请 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毛家湾开店已经二十年 从一家小门店 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全靠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叶凯明决定 在我百年之后 为了回馈社会 回馈大家 我将把我所有的遗产 捐赠给观星下载工作委员会 所有的资产 留给山区儿童的养餐 谢谢大家 我得盯明决定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还不他们因为你 要不是你 别拍 别拍 快走吧 不能过去 你们不能过去 我找我看 别动 老先生 其实啊 这个决定我早就已经做了 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要等一个日子吧 记得 就在今天 今天 是我和过世太太的结婚纪念日 我一直期盼着 那两个混蛋 在此之前能有所改变 但似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我要给我太太一个交代 对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您只是 你以为我是心软了 无原则和底线的 原谅那两个小混蛋 说实话 我曾经原谅过他们很多次 但是都没有用 老先生 这件事情您做得太对了 我特别支持您 谢谢 听说你最近很忙啊 那个小马总 晕倒了是吧 你去照顾了 老先生 您就别打趣我了 我能包上什么忙呀 我们小马总 他天生就是操心的命 好不容易和天池公司的人 谈了合作 人家老板又在我们酒店出了事 所以 就黄了 天池公司 哎 老总是不是姓严啊 对 但是毕竟是在我们酒店出了事 所以 合作求 这个老严哪 你认识严总 有些交情 我得好好说说他 这明摆着是个意外嘛 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要是严总 有您这么生命大义 我们马总就不至于这么偷疼 小伙子 我看好你啊 你们马总 有你这样的员工 真是他的幸运啊 你们忙着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找什么事 马总 其实就是想跟您说一下厨房的事 这个厨房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以次重好的 咱肉也根本干不出来 而且他们换东西的方法 你想都想不到 尤其是厨厨 简直像个小的王国 从上层到下层 如果他们齐心的话 咱们是更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马总 你不给点反应吗 他们可是要把好货拿出去卖的 这些啊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JR的管理一度很混乱 后厨尤其明显 所以 才会造成今天这样混乱的现象 但是你们知道 我需要的是证据 那种只要我下去查 就能够查到问题在哪里的证据 就比方说 你带回来的奶酪 我已经知道 它被调换到后厨了 那我只要去找 就可以准确地拿出来检验一样 你们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你就是因为这些乱象 才让我去当卧底的吧 卧底算了吧 马总 下哥是您的人 这谁都知道 不然的话 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一直背着他 但是我们现在 已经尽量再疏远了 疏远没用 你想想看 下哥进入中央那么长时间 他们只让他刷完 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他没有进入内部 没有进入核心 他没有进入核心 那怎么办 那就是白搭 也对 要不然你去吧 我 不是 我去换汤不换药 也没用 那你说怎么办 这办法呢 也不是没有 什么办法 快说 这 李涛对你的感觉 不是挺好的吗 吸收一下就完了 滚 滚 有多远滚多远滚 滚滚 好 来 马总 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儿 就是老先生和他的夫人 不是结婚纪念日了吗 嗯 我就在想 咱们酒店 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惊喜呢 批准 这件事儿啊 我已经交代韩元斌去办了 不过呢 你跟老爷子更熟悉 所以你去协助他一下 果然心有灵气 对了 今天老爷子的行为 让我觉得很震撼 也很感动 老爷子的夫人过世 他的儿子又那么不孝顺 可能在外人眼里 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但是他今天的行为 却让我觉得 他的内心很幸福 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境界 境界的高低 决定着幸福的多少 而慈善 是老爷子 传递幸福的方式 老先生有他自己爱的人 即使夫人不在了 他只要想到自己的夫人 他就是幸福的 当儿子不孝 他决定提升自己的境界 去做慈善 用心去爱更多的人 从而他的境界得到提升 有一种生化的美丽 飘在我心上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分岔口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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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愿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发现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 对着空气诉说 提前辑 说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